陳聰講的四大的一個黑天鵝 我們還記得2008 2009的時候 慢慢吃大海笑 脫困的時候 其實大部分一般的庶民 或一般的國民並沒有感受 所以陳聰丟出了一個紅酒組數 告訴大家全球景氣反彈的速度 已經正式啟動 而且速度極快 叫所有投資人 叫所有的台灣國民 大家安心面對 面對跟期待未來經濟的復甦 他會被陳聰講對了 這一次國際股市崩盤到現在 我們9個月 香港人幾乎跌了1萬點 台北股市從1萬點跌到7700 跌夠了吧 陳聰在這頭講說 還有四隻黑天鵝還沒出現 所以協調的是 在每一次關鍵的時間點 我們可以講在起漲點 陳聰出來告訴大家 主升段要來臨 陳聰在這個跌了2000多點 告訴大家這只是初跌段 主跌段要來臨 是這樣解讀嗎 這幾件事情到底影響多大 英國希臘脫歐甚至TPP破局 會對台北股市或全球的救市場 產生致命性的打擊嗎 您的觀察 我想從第一個事件開始談起 因為最近從2015年的年底到聯儲 反映就是中國的印著入的一些預期 因為根據中國官方的統計 它的經濟成長率是6.9% 但是IMF最近發了一個報告 他說整個全球的這個經濟是從這個3.6%降到這個3.4% 這個是從他去年以來第二次或者是第三次的一個往下修 那這個往下修的這個內容當中我們發現到說極為顯著的差異的第一個就是新興市場 他對於新興市場的這個看法比較悲觀 那新興市場我想有非常多的定義 我們就用MSCI裡面的這個指數來看的話 他認為說這個新興市場的這個十幾果 它的經濟成長率會比現在一級的還要糟糕 那第二個是有關於這個中國的這個部分 那出現一個很顯著的差異 它一估大概是6.3% 那明年是6% 所以這個差異引發了這個市場對中國股市的一個攻擊 或者是對這個香港的這個聯繫匯率的這個攻擊 目前已經發生過 所以第一個就是因為這個預期 或者因為這個黑天鵝所出現的這個狀況 影響到這個金融市場 那影響了之後 第二個剛剛所提的的確 TPP的這個迫擊 大概各位可能都沒有想像過 通常黑天鵝事件是就是在澳洲發現的 因為在過去幾百年當中 大家發現天鵝都是白的 歐洲都認為天鵝是白的 所以說秋老師 我家養著黑天鵝 你說楊世光胡說八道 怎麼有天鵝是黑的 都是白的 對 所以說在財務金融上面就解釋說 第一個不可預測的 預測不到 第二個會發生一個很大的損失的 第三個你發生很大的損失之後 大家就來解釋 就來言說這個事情是怎麼樣 其實黑天鵝就是當初 他們後來去澳洲開發 結果有人發現還真的有黑天鵝 說關門什麼叫黑天鵝 就是它已經存在 只是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就以為它不存在 所以叫做黑天鵝世界 就是出了事 像次代風暴 像雷曼兄弟 其實它是已經存在 只是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它爆發的時候就出問題 所以這四件事情 為什麼叫黑天鵝 陳總講實在 就是其實已經存在 只是台灣人從來可能不關心 只關心是中國印著路 但是剛剛超老師講的 亞洲衝突 因為台灣就在衝突點 所以我們自己感覺真的假的 可是另外兩個傾向很大 TPP真的會破局嗎 TPP目前來看的話 如果破局的話 真的是影響很大 因為做過FTA談判的 或者是研究的 台灣的觀念跟智商團都知道 我們通常用印第安納的一個model 就是世界貿易的一個world model 在做靜態跟動態 動態就是聯手的效應 因為貿易有聯手的效應 所以說我們提出來這個之後 來說服我們的國人說 我去談胡帽 談貨帽 或者是談這個FTA的話 我可以增加多少收入 那都是用那個模型 用那個模型 IM就非常擔心 擔心的就是 還是在那個TPP的破局 為什麼 因為1930年代的這個大蕭條 我們之前也講過 就是共和黨的這個貿易壁壘 它把這個關稅拉高很多 結果第一個 對這個美國反擊的是誰你知道嗎 誰 加拿大 就在北邊的加拿大 就說好吧 你給我提高這麼高的關稅 我也提高關稅 我也跟你提高關稅 美國最喜歡用的兩個東西 第一個 談到最 大家都很清楚 第一個就是農業 就是農業要求你開放 第二個就是汽車市場 日本也是一樣 以後跟中國大陸要拉他進來 也是一樣 台灣也碰到農業的問題 對 農業的問題 汽車的問題 所以TPP這個破局 真的是沒有人所能夠料得到的 大家現在台灣只關心 美國的瘦肉精問題 我們都吃過加州的柳丁吧 這個柳丁不是我們吃的加州柳城 他們柳丁加糖變成果汁之後 台灣的果汁全掛掉 加州的葡萄能夠進口 加州的雞能夠進口 全台灣的農業都會受到影響 對 那我想我再提一點 IMF的這個預估裡面 沒有預估到TPP的破局 對 他在目前的這個前九的經濟增長力 3.6 那陳中幹嘛神經 對 他沒有預期到 所以這個叫做黑天鵝 所以陳中怎麼會忽然丟出個 TPP破局 這個很特別 對 這個是滿特別的 所以說如果說TPP破局的話 我想IMF的3.3 3.4 還要再往下修 另外英國跟希臘退出過門 為什麼這影響性會那麼大 英國跟希臘退出過門 最主要是在這個英國 因為英國它本身用的是歐元 它希望它貨幣政策是獨立的 但是歐洲這邊 它因為碰到債務危機 所以一直QV 一直QV 那英國要升息 它要QV 我要升息 它英棒會被歐元干擾 對 一直不斷的受到一些干擾 所以說英國 一旦退出這個歐元區的話 就完全有... 歐盟區 對 歐盟區的話 因為它是歐盟 但是不用歐元的 那是用英棒的 如果退出整個歐盟的話 我想整個歐盟或整個歐元區 就由德國來主導 德國它本身的工業就非常的強 它在全球各地所推的 像大陸目前所推的工業4.0 這是德國 那中國大陸就是要學德國 所以德國的精密工業 還有全球的最精密的工業 都是在德國 所以整個歐元區 還是會發生傾斜 因為目前來看的話 你可以知道說 如果做QV的話 其實漲最多的還是德國股市 所以這樣一個傾斜的話 更會使得希臘 會使得那些邊緣的國家 越想接著說 我不對勁 我要拿回來到貨幣政策的 這個主導錢 我被遺留在歐元區 所以這樣的話 會威脅到整個歐元區 穩定 它的穩定 是 蔡老師我要做觀察 因為市場今天是大反彈 不受到陳聰的四肢黑天鵝影響 我們也可以把陳聰的四肢黑天鵝 當作短線上的利空出鏡 可是畢竟我們要做觀察 因為像今天香港股市也大漲 港幣今天也終於指貶 反彈一點點 可是觀眾朋友 我說實在話 香港股市看什麼時候 看到六月上海第四名成立 香港股市事故很有把握 至少跌到上海第四名成立為止 那才叫真正的利空出鏡 因為那是一個具有 上海取代香港很重要的指標性 到底全球市場 從今天開始的大反彈 其實跌得夠多了 夠了沒 夠了沒 你怎麼觀察 長空沒有所謂夠不夠的問題 我們講過長空從去年5月 最早要跌一兩年的時間 大跌又彈 大跌又彈 這個是所謂的長 因為長多已經進行七八年了 現在只是做一兩年的修正 那我跟各位講一個現象 為什麼現在還在長空的格局當中 你看到的那個香港股市 漲了九百多點對不對 對 那我以前常常講 日本股市漲了九百多點 日本 日本股市漲了九百多點對不對 那我以前不是長長更貴 他跌了一萬點 不是不是那個香港是跌一萬點 那你我以前常常講一句話 只有在空頭才會創造漲幅滿足 那個漲幅 創造漲幅的這個記錄的話 幾乎都是在空頭創造出來的 就是跌升反彈的時候 創造一根藏紅的一個漲幅 其實那種跌幅紀錄 也在多頭才會發生 對 就是這個反向的 那這個話我以前就講過 所以你看到那個大漲的一個結構上 他本來就是一個跌升的一個反彈 所以說還有一個現象 我講很多個現象 你大概就會知道了 像那個恐怖攻擊事件 大家不是利空出境嗎 對 那個低點是不是破掉了 是 好了 FED升息的那個所謂的利空出境 那個低點也破掉了 是 每個大家都說利空低點 那為什麼都會破掉 就是告訴你這是空頭 對 所以你只要 有些東西真的都是一個經驗上的 一個嘗試問題而已 對 漲幅創紀錄就空頭創造出來的 就是這個樣子 只是做確認而已 對 那個東西都是這樣 我已經講過N次了 在台北股市那個79年12682 跌到6000點的時候 一個禮拜漲到8000點 一個禮拜漲2000多點 那你不是說它是多頭嗎 不是 他就是跌多了 就是一個 後來到2485去了 對 8000點又跌到2000多點 所以你現在不是說今天漲多少 明天跌的時候我們看的是一個 長線的一個架構跟趨勢 我們看上次我有講到英國 對 老師為什麼你要挑英國 為什麼 英國他率先破的 這一波率先破了 英國 雖然他不是歐盟的成員 對 但是他是率先破了 那率先破 這個就是我們講 有些國家先破了 他就有一個指標作用 為什麼他會轉弱 上次你不是說美元的 昨天還是講美元的關係 結果他是先破的 那那個香港也破 很奇怪 他這個股市都會反映出來 好 那這裡 這個結構上這裡是跌了一大波 那現在又跌到 這第一波大概是在5600左右 對 那5600到了 但問題說這個是8月就已經到了 對 所以這個地方再打下來 這裡已經不具支撐 會有短線上會有支撐 但是波段上他已經不是不具有這種 跌幅滿足的支撐 因為第二波的跌幅滿足 大約在4900左右 很深 那也就是上面的這個壓力 是在6011 本來是6250 空頭看板壓 如果破底了 那壓力就會往下掉 對 那這個壓力一路往下掉 那只要壓力不過 那一路看到那個跌幅滿足 那打到跌幅滿足 就等於什麼 QE都白完了 是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會不會跌兩波 因為日線上是這樣看 我們來看周K 周K就會更明顯的讓你感受到 自從大概1995年抓起來 對 那個跟德國差不多 三個頭都差不多 前面是2000年 中間是2008年 2015年 對 那你看這一個頭肩頂 這個左肩 頭部 右肩 這個頭肩頂跌兩波 結束 然後一跌起來都是 這個隨便跌都是一年以上 那這個地方也是頭肩頂 對 跌一大波 那第二大波 因為這個 我們講這個第二大波 你還是要用那個對數圖 才算得出來 對 對數圖大約也是在這個地方 因為他這個比較大 對 這個比較大 比較深 那現在因為高度高 這個也滿深的 但是高度高 他直接算兩波 也不會破前滴 對 所以從這個 從這個周線上來講 這個假突破之後 這個就是一個大M頭 那測算下來 5600再來就是4900 也就是回到這個地方來了 很久 對 我們再來看一下 所以這個 你看 現在很多股市是跌到這個頸線 對 但是英國早就破頸線了 而且已經跌到 悄悄的已經跌了一波跌幅滿足 現在再往第二波那邊前進 領先的味道 而且英國沒有人在看 可是我最近看到他 為什麼會發現這種狀況 那再來看一下德國 那德國就具指標性了 好 那德國 就是2000年的時候 2000年 2007 那上次我們講 我們講後面 前面都不要講了 後面我們說到景縣 他反彈上來盤頭兩個月 對 很準 這邊也是到景縣盤上來 又是盤頭兩個月 然後開始跌 就是去年10月11月的時候 對 然後上來就是把什麼 右肩做完了 好 那再來就是 當他盤頭兩個月之後 然後現在相對的位置 就是我上次講的位置 他的頸線就直接灌破了 對 這是左肩 右肩 頭部都出來了 這個也是一樣 左肩 頭部 這個右肩 他這個右肩反彈了兩個月 下來就直接 就等著準備要 如果跟上次一樣 就直接灌破了 這個雙胞胎已經走了 大概有半年多了 超過的 都一模一樣對不對 一模一樣 對 沒錯 我們再看看能不能繼續 靠這個賺下去了 對 都一樣 真的都是一樣 對 都是這個結構 如果說這個頭部 如果被他灌破掉 這個地方有3000點 對 如果測算跌幅滿足 3000點從這邊算下來 他大概就回到6000多點 對 也就是說這個7300的上升趨勢線 會被灌破掉 是 會被灌破掉 這個代表說 他整個多頭的結構才破壞掉 對 就破壞掉了 很好玩 你看看大家都在破警線 那個索羅斯 剛剛不是講索羅斯 大家會知道 他是一個最大的突嬰 他只要出擊哪個 他放空的時間點就是我講的 空頭是要什麼 破壞 只要欺弱 欺負弱的 對 為什麼他破壞的時候 現在索羅斯開始在動作了 對 上一次的一個時間點 也都是一樣 突嬰都這樣 突嬰不會去找一隻健康的 他不會在頭部的時候去做空 但是 當每個國家都在轉落的時候 他就開始找機會了 是 所以你看看每個國家都在破警線 所以郭官邁長講香港 為什麼 因為郭官邁長我們可能台灣人 都知道台灣跟香港不一樣 可是在於歐洲或西方的投資人 都把台灣算作大中華市場 而且都認為香港跟台灣 甚至韓國 都有北京的特殊待遇 我們不認同也好 我們不認為也好 重點是人家是這樣看你的 所以一旦香港崩潰 對於台北股市很傷很傷 我們從西方觀點看亞洲 不要從台北觀點看世界 完全不一樣 所以你也不要怪我看長空 你看索羅斯為什麼在這個時候出手 很多股市跌了那個 都跌多少了 他為什麼這個時候出手 這個就是我講的 空頭就是空落不空牆 已經都轉落了 我們美國 我們不要講說每次都破線的 我們講這兩天在談的 談最兇費半 前一天大家都在破 他反而還收紅的費半好了 對 那形態上我給各位看 以這個形態 你看這個結構上 左肩 頭部 右肩 在技術面上 他又是一個非常完美的藝術 對 對啊 都是這個樣子 用畫都畫不出來 畫線就是這樣 我都把它當藝術品在看 對 只要畫得出來 畫得漂亮 他就像一個藝術一樣 不用畫就很漂亮 對 然後這個頭 這個頭已經出來了 對 問題是說這個地方 就像那個費城半導體 曾經收盤創新 像那個德國 德國為什麼講他會創新低 他的周K的收盤價 上個月是破了去年以來的新低 對 所以通常這個結構上 警線會被跌破的機率 會非常非常的高 對 那這個也是 這個已經右肩也做完成了 而且他更對稱 是 所以像德國的話 9900他是個壓力 那往下 你看現在是大概多少點 現在說大概9500 才4500點 對 但是往下看3000點 是 這個像那個費半 費半的話 他的壓力是在6000到650 現在是580幾 對 才十幾點到40幾 50點左右的風險而已 但是往下這個頭部 測算下來的話 往下的風險 警線到這邊就200點 包括現在的話 再包括這一點距離 250點 是 所以你風險十幾點到50幾點 那上去到處都是這個壓力 但是往下幾乎沒支撐了 是 那往下就250點 所以我講做錯停損一點 然後做對 往下就是一大段 對 現在就是變成這種情報 所以索羅斯看的就是這一大段 是 那我們來看一下NASDAQ 上次我講到的這個是指標 對 那其實台灣的這個生機類股 從20 應該從2014年就開始跌了 跌得早 所以告訴你這一波漲的都是投機 為什麼會先跌 然後那個美國的會在這個 2015年才開始跌 對 因為越投機的越早跌 對 也就是說台灣的這個研發能力上 也就是說這個根本跟那個 美國是不能比的 是 所以這一波在這個選前的這個 所謂的炒作的這個行情上 紅色的是那個台灣的 對 那我講過這個東西 它最低是好像115點 是 很容易就形成什麼 對 投機型很容易就形成什麼 V型反轉 是 那你看看NASDAQ的生技股 這個頭部也下來了 那所以在上次我在4000點 不是跟各位講到 你怎麼回答 從現在搞不好台灣的生技 才會超過美國的生技產業 對 那這個我不知道 我們的醫生都當市長 代表台灣生技產業很強 對 那你講到誰會信我 我不知道 誰會信我 對 那這個 你看那個像NASDA生技 這個頭一出來之後 我們給他測算一下 第一波就看2300 對 那如果真的是泡沫的話 那就要往1300點靠了 那台灣生技股有得跌 就像以前的網路股一樣 就是這樣 所以我為什麼在這一波 4000點的時候 我們講到這個大波段的賣點 一出來之後 股子股孫都要拿出來賣 是 現在跌掉1000點了 對 那後面當然我不知道 還有什麼情況 好 我們先進行廣告 還要觀察 因為包括所有事的出手 我們等會來看一下 因為美元昨天大談 德拉吉的一個寬鬆的講話 讓昨天全球市場 得到了一線的曙光 也得到了一個 德拉吉的救生圈 到底有多少人 想站在這個救生圈之上 到底這個曙光 能夠照多久 我們進行廣告 我們來做基本解讀 我們來做基本解讀